中文字幕——YK 然而到了年底,他中风了,半个身子不能动了,他看书的时候只能背靠在墙上半握着,但他让家人置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,虽然已是病重残年,但靠着这个小桌,张远记依然继续着他的边角工作。 左半身不能动了,一直在床上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年,那么坐在床上呢,前面放一个矮桌子,矮桌子有一个放大镜,那么还是用毛笔的,有一个墨盒,那么可以写信啊,可以写点东西啊。 也是在这张小桌上,张远记用放大镜,一个字,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,《韩分楼禁于书录》。 韩分楼原本是1909年,张远记为商务印书馆收藏古籍善本的地方取的一个名字,后来收藏的书多了,也就改成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了。 1932年,日本侵略者把他摧毁了。 商务被毁时,韩分楼经二十年谋划,所藏古籍善本,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,而这些书,大都是张远记一本一本地收来的。 当上海的半个天空都让烧过的指挥遮住的时候,那景象三天不去,张远记的哀痛应该是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想见的。 他唯有自责,因为他太爱书了,他说,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,不是集中保存,仍然让他散存在全国各地,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? 然而,他以义人之力,又怎能确切地预知这样一场灾难? 一切都无法挽回,他只能仰天长笑,这是我的最后。 清末明初,诗局动荡,全国各地不少藏书家的藏书先后兴散。 1906年,江南著名藏书家陆新元的后人,打算出售陆氏避送楼藏书,多为几个珍贵的送版书。 消息传出,日本人多次登门希望收购。 张远记文讯立刻亲网,设法将这批国宝留住。 当时全部资金只不过四十万的商务,凯然许以八万购置。 但最后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,当藏书运抵日本时,日本的汉学家惊喜莫名,认为这是日本一大胜利。 在张远记则是终身以为耻辱,他给有人写信, 今悔之无疾,每一次追思,悔之心痛。 张远记在家门口竖起一块红底黑字的招牌, 上书收买旧书。 有书饭夹了包裹钱来,张远记就让家人先替他收下, 等晚上回来后,再行翻阅鉴定。 他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, 每到一处,只要见到古籍善本,他必轻能购买。 几乎每一次去北京,他总要到流离场啊, 这些书铺集中的地方去看,他自己带了古籍的书目, 带了书目,在那看到什么书,哪一家商店, 里面有什么书,什么样的版本,他就记录下来, 作为他后来进一步买书的参考资料。 在张远记的苦心奋力下,商务收藏的古籍善本, 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。 中原文物貂残肾, 遇亏贫粮,备护心, 院中化身千百亿, 有书分享,读书人。 不同于从不把珍藏轻易世人的传统藏书家, 张远记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古籍一线。 他不仅在韩分楼的基础上, 办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, 还用最好的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古籍, 这是他一生的重要成就。 从第一种韩分楼秘籍开始, 张远记陆续主持编教集印了四部从刊, 续古一从书, 百纳本二十四史, 四库全书真本出击的。 其中的绝大部分, 是在他1926年退休之后完成的, 是他晚年的全部心血。 他是有自己的寄托的, 这个寄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, 他这个在大量的书信当中都反复提到, 这个就是为古人续命。 这个命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生命,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呢, 中国文化的生命是靠人去一代一代的去把它继续下去的, 所以叫续命。 如果没有这个人, 那个文化就不能传了, 所以所谓续命的话呢, 就是把它这种文化的生命靠一代一代的人去传, 所以他有一种非常自觉的一种使命感。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, 用力最勤, 费神最多的是四部丛刊和百纳本二十四史。 这两部大书的影响也最大, 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。 做这样的事情呢, 第一,你要知道中外的收藏的情况, 那是从目录学的角度找出, 第二个,对于选用版本的判断, 要有你自己的眼光, 那就是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。 第三,词本与笔本的一同, 你要能够定夺的话, 定夺其是非, 那就是从教堪学方面入手。 没有这样的一个学问是做不成的。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, 到1922年初编出版, 费17年, 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好大工程。 师父从刊前后印了初编, 续编, 三编, 要将近五百部书, 这当时是非常厉害的。 这五百部书呢, 汇集了, 当时说起来是公私中外的宋元明善本, 一些旧草本, 经课本。 从定书目, 选笛本, 文字较刊, 到工程预估, 印刷纸张, 张元济都亲力亲为。 而其中最大困难, 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。 为此, 张元济几乎访便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, 向他们商界古书。 这一段经历, 张元济称之为, 求之纺似, 盖之藏家, 进走两斤, 远持狱外。 狱外即止日本。 1928年, 张元济为四部从刊专程赴日纺书。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 他保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。 他很珍惜这次纺书, 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。 虽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, 但他就像见到自己最真爱的东西, 每回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。 每到一处都要商界拍摄, 带回上海影印出版。 访书的直接成果, 则是带回了四十六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。 其中就有张元济以为耻辱的, 被日本靖家堂文库收购走的, 毕宋罗藏书。 直到今天为止, 一个读书人要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的善本, 那也只能说是张居老的死不重看了。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, 在岁月的侵蚀下, 残破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, 这就需要修教。 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, 专业人士称为描润, 但这只是教刊古籍最初步的工作。 他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, 断其是非。 张元济就是这样, 亲力亲为地为每一册书, 做着初修、经修、副教、总教的工作。 他终日复案, 每天的工作量是一百页, 每一页都教刊到准确无误为止, 直到今天, 看过张元济教刊的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。 但商务毕竟是企业, 在商严商, 搜集边教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, 所以张元济遭人反对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 有股东在报纸上写文章, 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寻艺人之嗜好。 文若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, 此事绝不是公司于营业上有损。 四部从刊出编出版以后, 这套书他就挣了一百多万。 营业上的一种成功, 这个是对他后面能够持续地来做这件事情, 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。 在完成四部从刊的出编后, 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, 就是百纳本二十四史的影印。 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的故事, 是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。 但历史的流转, 它已形成了各种版本。 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, 还要将其他版本不同的地方都汇集起来。 最初的版本, 宋代的那些课本呢, 传下来都已经有缺卷, 没有完整的, 那它还要配, 也尽可能的配其他的宋本或者原课本, 不仅如此, 还要配业。 所以这样说来呢, 是一个百纳本, 但是不是一个随便拼凑的。 你去看百纳本二十四史, 是当时所能够用到的最好的版本。 这样的工作是无声的, 只是对挚友的信中, 他才说, 功成之难, 为从前尽未享见。 当百纳本二十四史的一切就绪, 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, 战争却来临了。 1932年的一二八松户战争中, 所有的一切又化为灰烬。 商务被炸毁的时候, 张元济已退休六年, 他一生的心血竟这样毁了。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纵火焚烧的当天, 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新返回商务, 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。 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, 下午六点下班, 晚上回家教刊古书的生活。 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, 如果商务从此撕灭, 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。 他说, 平地尚可为山, 原济一溪尚存, 仍当力土恢复。 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的迫切, 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纪。 他也有预感, 战争的腥风血雨将再次降临, 他又从头开始教刊百纳本二十四世。 他仿佛在于时间赛跑, 他要赶在灾难再次来临之前。 任何时候看见他, 他都服安在那忙。 所以到后来也有从一些信上面也可以看到, 他是眼睛视力受到影响, 不能用, 医生说你不能用, 那么他还是坚持要用, 就是靠多用一些眼药水怎么样支撑的。 经过四年多的日日夜夜, 百纳本二十四史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。 这时, 距离抗战全面爆发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, 而张元济已整整七十岁。 多年以后, 张元济对好友顾廷龙说, 影印之势, 如果早十年, 各种条件没有具备, 不可以做, 持二十年, 务力维艰就不能够做, 能于文化消沉之际, 得网罗仅存之本, 为虎人续命, 这是多么幸运。 一九三七年年初, 战争已是山雨越来, 这时, 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间逐渐流传开来。 小册子很薄, 不到五万字, 记述了中国古代十四个杀身成人, 舍生举义的狭义故事。 小册子取名叫中华民族的人格, 编写者是张元济。 他对外来的侵略, 他是很痛恨的, 他觉得呢,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时候, 我们中国人呢, 要有一种人格, 那么反面的来说, 有一些过去有过一定交往的人, 来落水了, 当汉奸了, 置身如此事态和时韵, 张元济是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。 他曾经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那一种新教育, 他有一个痛切的反省, 他就觉得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一种效果, 就是新教育, 大家都注意到新, 事实上没有注意到一种人格, 他这个人格事实上, 这个养成方面事实上比较失败。 新教育如果培养出来的在人格上是东岛西歪的话, 这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教育。 他将这种只注重新知识的新教育, 视为顽固的教育, 傀儡的教育和顽固的教育, 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, 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。 抗战胜利的时候, 他为此书提词, 孔子曰, 杀身成人, 所谓忍者, 即人格也, 生命可治, 而人格不可施。 八年抗战, 张元济折居上海, 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, 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, 拒绝与日伪的任何形式合作, 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。 因为生活艰难, 这个古系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, 但即使卖字, 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。 珍珠港事件以后, 日本占领了朱介, 他也想弄出一些社会上比较有威望的人, 来替他撑面子。 所以有一次来了两个日本文化特务, 可以说, 要来见我祖父。 祖父就写了一个条, 就说两国交战, 不便接待。 虽然老人隐居一鱼, 但他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, 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解残片。 在沦陷的上海, 张元济与叶景奎, 陈陶宜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, 为散意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。 张元济还给远在北京的顾廷龙写信, 邀请他来主持图书馆的工作。 当时创办这个合众图书馆, 这个顾老跟我说是空无一人, 空无遗物的, 没有东西的, 他没有现成的馆子的, 39年开始创办, 到了41年, 才把长乐路复明路口那幢房子盖起来, 他是亲其所有的, 他和叶金奎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其所有, 不仅仅是所有的藏书拿出来, 口袋里只要有钱都拿出来。 就这样在艰难的抗战中, 张元济又办起了一个图书馆, 他在战货相连文物图书大量散忙之际, 收藏保存古籍善本, 发展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图书馆。 到1949年, 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, 上海解放后, 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, 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重要的珍藏。 1949年, 张元济步入他生命最后的十年, 当年东方图书馆细数被毁, 但幸好有574种善本, 因存放在当时租借的银行的保险柜里, 得以保存。 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, 开始对这批图书编幕。 在并榻上, 他完成了寒奔楼禁于书录的边教, 了却了牵挂二十年的心愿。 他为新发现的宋代课本金石录做了鉴定, 并提写拔文。 在他的弥留之际, 仍惦记着古书《厕虎人归》的影印出版, 但他已耗尽了人生。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,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 这是张元济晚年写的一幅对立语。 一个文明古国名言至今, 想来就是有这样的传统, 就是有张元济这样的人。 和语言之语。 和语言之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